在接下来的操作中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边界的图层呢 变成Grid 才能够接下来这些图层的切割动作 但是在把这个边界线变成Grid之前呢 我们必须要设定每个Grid有固定的ID值 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设定固定ID的功能 把ID值写到这个Polygon的图层里面 当我按一下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会出现功能的提示 它可以让你选择断面线转成Grid的格式 那设定固定ID是必须要做的 在输入ID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定任何一个数值 那内定是1 我们按OK 那按完OK呢 程式的功能会提示说 目前已经把ID的资料 自动键入栏位当中 那我们在这个提示里面 告诉我们增加了一个ID的栏位 我们可以看看呢 在这个Polygon的图 它的属性表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已经增加了一个ID栏位 而且呢 我们刚输入固定的ID值是1 完成了我们设定ID值的工作 接下来呢 我们必须要把边界的图层转成Grid 那首先呢 那首先呢 我们先让这个Polygon的图 先让Polygon的图呢 Active 起来 接下来呢 我按一下 将边界转成Grid 那会出现功能的提示 它会先要我们选取边线的图 那这个视窗呢 会告诉我们想要输出的一个位置在哪里 那我们刚刚有设定的工作路径 是属于C的Test 那这个呢 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只要输入 我们要输出的这个Grid的档名 比如说P1 按一下OK呢 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对话框 那这部分呢 OutGrid Extend 是告诉我们要输出的这个Grid的范围 那我们就选定跟这个ShiftFile一样大 边界跟这个ShiftFile一样大 那输出的格网大小呢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DTM呢 或者是输出的这些设定 可能是100 或者是其他的格网大小 都可以随着使用者制定去做输入 那输入完之后 我们按一下Enter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Number of rows Number of columns 会有所变化 那接下来呢 我们按OK呢 代表说我们接受了这些设定值 那接下来的视窗里面呢 它会告诉我们要选定Grid的值呢 是哪一个栏位 那我们选定我们刚设定的固定的这个ID的栏位 按一下OK 那出现了这个视窗呢 会告诉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Grid的属性要加进去 我们按yes 那它会出现呢 是不是要把这个Grid呢 加到这个View里面 我们也按yes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看到已经把这个P1 这个Grid的图档呢 已经加进来 那我们可以构选它 来看看这个图的状况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经过这个步骤之后呢 向量的这个图呢 已经变成格网状的图 各位如果细部来看的话呢 它可以看得到目前已经变成格网状的图